再来因应山区海边活动的口罩为解禁 加上了国家公园的管制也推出了新指引 泰管处也说明了免戴口罩的区域 以及人群多时停车场容量 以及目前开放到原来的80% 并视情况来做更动 中央防疫等级一路从三级降为二级 侍奉Delta变种病毒肆虐 因此政府仍不敢掉以轻心 延长二级警戒到10月18号 而国家风景区也将进行防疫指引的调整 我们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引 现在的话其实有一些开放 那像像我们的游客中心 或是一些室内的展馆 这个还是要维持戴口罩的规定 那户外的话像停车场的话 如果说人潮比较多的时候 还是要保持一公尺的安全距离 这个时候还是建议攜带 至于说我们园区的一些步道的话 如果说这个跟人群间隔比较远的话 当然可以写他口罩 但是只要与人群接触的时候 建议你还是把口罩戴上 我们从10月5号开始 我们的山屋的这个住宿量 调为原来的二分之一 那承载量的话 就是恢复到原来的 像水路的话平常是96 假日就到156 目前的防疫措施相继降级 让大家都可以稍微提升生活品质 在遵守防疫规范的情况下 外出走走让心情放空一下 一扫先前宅在家的烦躁感 记者林杰 秀玲香采访报道